Tesco Interface 介紹 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 Valve Channel 我是Kevin 今天要有跟大家介紹的是這一顆 Tesco Interface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 對於Tesco這牌子感到很陌生 但其實它算是一個蠻有歷史的品牌 在上一支介紹Tesco Distortion 的影片前段 我有稍微做一些介紹 還沒看過的朋友可以去找那支影片來看看 學著許多廠商推出各式好用的音箱模擬軟體 像是 Amplitube 5, Neural DSP 以及 BIOS FX2 吉他手在錄音介面 Interface 的使用上 已經不再是呆呆的放在房間桌上 單純拿來錄音用了 不僅可以學生帶去教課 更可以放進效果器盤裡 跟其他單顆效果器搭配做使用 Tesco他們的產品的命名方式非常直接 像我手上的這一顆 它是一個簡單的錄音介面 所以它的名字就是 Interface 首先可以看到不管是產品的包裝外盒 或是效果器本體的塗裝 都很特別非常有質感 旋鈕部分一樣也是用那種很白的套頭 轉起來的阻擬感很舒服很滑順 本體上的調整選項非常單純 像 Level 就是調整輸出的音量 Gam 是調整輸入訊號的強度 右側有兩個 TS 接孔的輸入 左側有兩個 TRS 接孔的輸出 說明書中有特別提到 如果要接監聽喇叭的話 建議是使用 Output B 輸出 平常去教課時可以帶著它搭配 像是 iPad 及 BIOS FX2 做使用 因為有兩個 Input 所以學生也可以一起使用 這樣就不用擔心教室的音效太陽春 而讓教課品質以及心情受到影響 因為它是做成像這種效果器的樣子 所以也可以放進效果器盤中 和其他效果器做搭配 像是用筆電使用 Amplitube 5 當作主要的音色 看是要在前面接一些像 Boost 娃娃踏板 或是要在後方接上各種空間系的效果器都可以 雖然它的取樣率只有 44.1kHz 然後衛生的只有 16bit 但因為它的使用情境本來就不是在錄音 所以這點我個人是覺得沒有差 最後這一顆因為是屬於工具類型的器材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做什麼示範 如果對這顆 Tezco Interface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跟台灣的代理商海國樂器做詢問 看看有哪裡可以試玩以及購買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也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這也是Bobber Channel,我是Kevin,我們下次見,掰掰!